各种详细的选项你在不同的拍摄环境需求 你都可以来轻松的做成预设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预设功能 它的 preset 就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真的快很多 你变成你每一次拍摄 你这些设定你就直接点进去 像是我要拍我的音乐的东西 那我可能加的是无线麦克风 那我的争议设定 我的荧幕画面要亮度多少 我要去怎么样的曝光 那些我全部都可以设定成一个预设 那每次我需要拍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点这个 那我就按OK 那我就按OK 那我就会直接跳到那个情境里面 所有设定就会进入那个状况 那我要跳到 像是我要加指向性麦克风 那争议可能又不一样 那我可能拍摄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需要 像是尾色彩那些 比较拍摄案子的时候 要注意那些东西嘛 那我功能可能也用的不一样 那我自定上面的按键 也都可以自己去存在每一个预设里面 所以就变成我要切换啊 像是有的时候要录ProRes 要直出的话要录ProRes 那一些设定 像是LUT那些东西 我全部都可以快速去跳 不用去重新 我要在选单里面重新设定 我那一个时候到底需要什么 我可以存起来 下次要拍 很快就可以切换 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好 這台攝影機可以拍攝肉檔 這台攝影機可以拍攝一個壓縮的肉檔 後期調整可以調非常非常多東西 我自己也覺得我都還沒有用到這台攝影機的極限 我通常都是拍12比1的Black Magic Roll 就可以後製調到瘋狂的 很難用到3比1啦 我記憶卡也沒有買 所以我還沒有發揮到它的百分之百極限 我可能現在才發揮到... 然後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有Black Magic Roll 那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另一個我覺得就是我繼續用Black Magic的原因 就是它用這個Black Magic Roll 我真的覺得這個壓縮的Roll真的是太強大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麼... 那另一個我持續用Black Magic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Black Magic Roll 壓縮的Roll 那我平常都拍12比1而已 那我根本就還沒有用到這台攝影機的極限 很少很少機會才有... 那我繼續用Black Magic的原因 也有一個就是因為Black Magic Roll 這個格式 真的是太好用了 這個壓縮的Roll 我通常都錄12比1 檔案超級無敵小 結果我後期 後製 那些顏色的資訊啊 那些什麼東西都可以拉到很瘋狂 就平常的攝影機 你可能需要錄到每秒 可能200M 300M 500M之類的 你才有那些資訊 就是422 而且都是422 就是那種顏色的資訊 才會比較完整 那我這個Black Magic Roll 我錄12比1 檔案超小 我後期的顏色 我真的可以拉到一個非常瘋狂 顏色的資訊超級無敵多 我幾乎沒有把它拉到爆炸 就是後期空間很大啦 我也不知道 那我...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這個Black Magic Roll Black...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繼續使用Black Magic攝影機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Black Magic Roll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繼續使用Black Magic攝影機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Black Magic Roll 這個檔案 真的是太厲害了 它是12bit的壓縮roll檔 就一個很神奇的檔案 那你後期你要調顏色 你要整個拉到非常瘋狂的顏色 我到目前還沒有把它拉到爆炸過 結果真的 後期空間裡 那些顏色的資訊都保留很完整 你像其他的攝影機 如果你要錄422 那那些檔案都爆炸大 可能4K 然後一分鐘就是 哇塞!快要10GB這樣子 一個爆炸大的檔案 300...1秒...300多妹嗎? 那種瘋狂超級大的檔案 這真的是超小的 超級精簡的 一個神奇的roll檔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辦到 反正這個Black Magic Roll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馬上降了 任命 這幾個 這邊 我們要可以找到 整個檔案 有些馬上 在那裡 有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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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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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